各位666宿会的家人 大家现在好 我是周文强老师 欢迎来到今天的好运篇 我相信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每天的运气都棒棒的 接下来周老师要为你揭露一个宇宙的真相 那就是要想让自己运气变好 非常非常的简单 就是两个字 感恩 感恩的心不是理财富最近 是理所有的正量都最近 感恩的心理健康最近 理财富最近 理幸福最近 而如果说你不懂的感恩是抱怨指责的话 你将会吸引更多的抱怨跟指责 因为宇宙是圆的 你付出什么就会收获什么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周老师有一个学生 这个学生是开饭店的小老板 当时就是亏得一塌糊涂 所以遇到周老师那一瞬间 啥都没说 就想尽一切办法 付齐了我们才能导师办的学费 当他付齐学费以后跟周老师开始学习 他的整个家人都反对他学习 但是当他全家都反对他学习的时候 非常有趣 只有他五六岁的女儿 支持他学习 说爸爸你一定要跟周老师学习 只有你跟周老师学习 咱们家才有未来 有时候小孩的会影 小孩是这种会影 那么这件事如果放在一个 普通的学员身上 一个极其负面的人身上 他早都抱怨指责 来找周老师妈干了 但是他没有 他就说师父我永远相信你 我永远爱你 后来他的店也破产了 后来他的老婆也跟他离婚了 后来他的父母也不认识他了 后来他都已经沦落成一个 这个去送外卖的了 你们说够惨了吧 就是周老师有很多很多的学生啊 就是他给周老师发信息 周老师回复的慢了 他都会抱怨我 指责我 你知道吗 有时候你回复的快了 他也抱怨我 指责我 你知道吗 慢了 他说你不尊重他 不及时回答信息 快了 他说你没有思考 就是在敷衍他 这种人抱怨指责的人太多了 但是这个学生他很奇葩 他就感恩 天天给我发感恩信息 后来当我得知到 他都已经去送外卖的时候 我把他叫过来 批头给他骂一顿 就是我有很多很多的学生 真的你有时候你说的语气 稍微重一点点的都骂你 都说我坏话 都找我麻烦 而这个学生 师父我听你的 马上辞职 马上就把外卖员辞职了 非常听老实话 后来我就开始跟他讲了 我说你这样 你必须要找到 属于自己的天赋 你用师父教你的方法 向内求一下 你到底喜欢做什么 你的天赋是什么 我就开饭店 开饭店赚钱了吗 开了十几天一直亏钱 你怎么开饭店 可能是你的天赋和轨道呢 向内求 不行我给你测一下 给他算完 以后告诉他 你的这个八字 就适合做金融 师父就我这文凭 我还做金融 我说你要相信师父 相信自己 突然有一天 他非常惊喜 师父 我觉得我的天赋 就是做金融 我发现 我一看那个大盘 我就有感觉 这个好 我觉得这个我有感觉 我以前从来没有炒过股票 从来没有什么炒过基金 炒过外汇啥的 我现在我一看有感觉 我既然有感觉就干 那我就担心 我能行吗 师父 我说你肯定可以 我以前就是个炒菜的 我说你炒菜跟炒股 不都是炒吗 试一下 小事牛刀一下 一事不要紧 哎妈呀 赚钱了 瞬间赚钱了 从来都没有找到过那种自信 找到轨道了 像开了外挂一样 然后我就开始让在 采样导师班分享他的故事 你们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吗 找到了一个 无比爱他的学生 也是我们的采样导师班学员 两个人很快就领了结婚证 现在无比的幸福 父母看到他有成就 也相信他了 夫妻感情越来越好 孩子跟这个相处也非常好 财富也非常好 外债全还清楚了 就你会发现 就在别人看来 一年的事情改变命运 从负债几十万 到一下子改变命运 实现财富自由 才一年的时间 运气像开了外挂一样 很多搞明白 为啥 今天周老师给你揭秘 就俩只感恩 感恩的心理财富最近 感恩的心理一切都最近 还是那句话 有很多人 你不管对他再好 他都会抱怨你 指责你 回信息快了 他抱怨你 说你敷衍 回信息慢了 他说你不重视他 但是有一些人 你就是不回他信息 他也感恩你 真的 就有时候你会发现 这个人到底 他是抱怨你 还是感恩你 其实跟你好像 没太大关系 你知道吗 跟你对他做了很多事 也没太大关系 你知道吗 真的跟你没太大关系 你知道跟什么有关吗 跟他自己的修为 跟他自己的成长 跟他自己的内在有关 再狠一点 跟他的福报有关 一个福报比较浅的人 他天生就是一个抱怨者 再加上不学习不成长 这辈子几乎也就废了 但是有一些人 因为福报高 即使现在运势不好 赚不到太多的钱 但是他依然懂得感恩 所以我在这里 要给你们揭露一个 今天的秘密 学会感恩 你的人生会完全不同 我非常非常感恩我的父母 我非常非常感恩我的师父 罗伯特亲戚 朗达拜恩 没有他们两个人 就没有我的今天 我去任何一个地方讲 永远是把感恩师父 放到第一位 我见人就推销他们的书 我甚至不推销我自己的书 要推销他们的书 为什么 就是感恩老师 真的就是感恩老师 越感恩越好运 越抱怨越倒霉 这是宇宙级的真相 你知道吗 我希望此时此刻 在听我音频的人 你反思反思自己 你感恩的多 还是抱怨的多 还是那句话 抱怨感恩 其实跟那个人 跟他怎么对你 真的没有太大关系 真的 我的很多学生 我不回他微信 他也感恩我 我有时候可能没看到 真的没回 他给我发了很多感恩信息 每天发 然后突然有时候问我问题 就夹在中间 我没看到就没回 结果还是感恩我 后来我看到了以后 我就往上滑 原来问我问题 我都没回复他 马上给他打电话回复他 他说没事师父 我自己都解决了 当你没回的时候 我就在想 师父是不是在忙 师父是不是在让我自己去反思 反思让我自己去解决 我就找到答案了师父 但是有一些学生 真的就是你回复他快了 他说你敷衍他 你知道吗 你回复的慢了 他说你不重视他 也麻烦了 就有时候真的 我真的是越接触的人 越发现 你到底你过得好不好 其实真的跟外在 没太大关系 就是跟你自己有关 你是个感恩的人 你对谁都感恩 第一次自己 我都感恩他们 但是那些抱怨指责的人 你对他再好 你把饭喂到他嘴里 他也骂你 这种人他倒霉不是活该吗 所以在这里 我送你们一句话 感恩是可以改命的 抱怨是会害死自己的 希望大家从这一切 学会感恩吧 我是周文强老师 我感恩我们每一位粉丝 我感恩每一位 倾听我音频的人 我感恩我的学生 我感恩我的伙伴 我感恩我的父母 我感恩我生命当中 遇到的每一个人 我爱你 如同爱自己 我感恩我的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